这两天的惊喜是TOTS爸爸带来的,肖战作为中国艺人首发开启2022品牌秋冬系列的全球广告,开启新一季的推广宣传,此次行为对中国市场和品牌本身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。 其实,作为多个高奢品牌代言傍深的肖战,全球广告有很多,TOTS三支,估计一支,真力十两支,肖战早已多次登上高奢全球广告大片,次次刷新中国本土明星,在世界范围内的时尚影响记录。 这次破天荒的,由中国籍代言人肖战首发开启,是打破惯例的做法,因为由中国艺人肖战最先发布,比欧美和外摩更早,所以才定义为全球首发。 也就是说,所有人要看新一季的新品发布,首先看的就是肖战,没有他国艺人在肖战之前穿过这些商品,意义是很不一样的,这足以说明高奢总部对肖战的绝对认可。 高奢品牌对肖战效应和中国市场的重视可见一斑,肖战的商业价值确实做到了内于艺人的不可替代性,其影响力在整个高奢圈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此次的全球首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尚事件,肖战之前的很多中国艺人代言奢侈品牌基本不被重视,只是在国内有着相应头衔的宣发行为。 肖战代言高奢之后,宣发的广告都是全球全平台宣发,这次更是来了一个全球首发,不夸张地说,肖战凭借一己之力带费了品牌的中国市场,同时,他的影响力还辐射到了全球。 肖战代言托德斯后,2021年,托德斯的业绩增长了40%,是该集团连续五年下滑后的首次增长,独一无二,全球首发,值得纪念,这些词都是品牌中国区给肖战的独特标签。 没错,中国的肖战,世界的脸,破界跨界闯世界,肖战一直在路上。